Hello,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儿子说想吃酸汤牛肉了 今天就买了30块钱的牛肉 顺便给大家分享酸汤牛肉最简单的家常做法 酸爽开胃,好吃又下饭 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切点葱和姜 这些姜给它拍一下,然后切碎就可以了 葱也是,拍一下比较容易出味 切好装入碗中 然后加入一点点开水,给它泡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首先把买回来的牛肉清洗干净后把它切成薄片 切牛肉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要看着这个牛肉它的纹路来切 要逆着它的纹路来切 这样切出来的牛肉才不会柴,不会塞牙 把它切成薄片 牛肉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它含丰富的钙,铁心 平时我们可以多给孩子吃一些牛肉 对孩子长身高是特别有帮助的 切好的牛肉先把它装在一个盘子里 接下来我们来把牛肉腌制一下 先加入一点点蚝油 一点点生抽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葱姜水 这下手来抓,这样比较均匀 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每一次加完都要用手抓 让牛肉把葱姜水完全的吸收进去 这样的牛肉吃起来才不会腥,不会柴 像这样我们的牛肉就非常的水嫩了 我们在小碗里面加入三勺淀粉 加入一点点清水 把它调成比较浓稠的丝淀粉水 调好后把它加入牛肉中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继续下手把牛肉抓至均匀 最后加入几滴老抽 这样牛肉看起来颜色比较红亮 抓均匀后我们再加入一点点花生油 给它锁住水分 像这样腌制出来的牛肉 不管是用来炒还是用来煮 都是特别的嫩滑 抓匀让它放一盘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下配菜 配菜可以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菜来准备 我这里准备了一小包这个火锅宽粉条 我儿子喜欢吃 把它切成小段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切点蒜末和小米胶圈 再来切点葱花 我还准备了一点豆芽和油麦菜 把它们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提前烧开一锅水 碗里面加入两勺食盐 增加配菜的底味 环豆芽熟得比较慢 我们先把环豆芽加进来焯水 再加入一点点花生油 然后把宽粉也倒进来 把宽粉和豆芽都煮熟了 再把青菜加进来 青菜断生后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放入大碗里 再用筷子把它整理一下铺平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另起一个锅 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再把我们切好的蒜末加进来爆香 爆出香味后加入一碗清水 然后加入一包金酸汤料包 有了这个料包 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需要加了 然后用厂子搅拌均匀 再用大火把它烧开 这种金酸汤料包可以用来煮酸汤鱼 酸汤肉片 味道都是特别的脏 大火煮开后 我们先把火调到最小 然后把牛肉一片一片的加进来 千万不要一次性全部倒进来哦 那样全部都会粘在一起啦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 点赞 关注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肉片全部加进来后 我们再把火调大 再用锅铲轻轻的推动一下肉片 这样轻轻的推动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去翻炒哦 这样牛肉片才能受热均匀 更加的嫩滑 好吃 大火煮开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关火了 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否则牛肉片就煮老了 不好吃 然后直接倒入配菜上面 再把我们切好的小米椒和葱花 加进来 最后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上一点点香菜叶 点缀一下 就可以开吃啦 一道酸爽微辣的金酸汤牛肉片 就做好了 牛肉吃起来嫩滑 入味 这个汤汁是微辣又开胃的 用来拌饭是特别的好吃 我家每次做这道菜 连汤汁都不会剩下 超级的好吃又下饭 做法也是超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